我国的疫苗供应如今可说是供不应求 科医部长凯里早前就曾经透露 由于富有国家垄断了疫苗 预计要等到6月份 我国疫苗的供应才可能趋向稳定 因此不少州政府其实都陆续向中央政府献议 要通过各自的渠道来购买疫苗 像是雪莱尔州和沙拉越州政府 都已经获得批准可以购买疫苗 而来到今天 科医部长凯里也发文告正式宣布 联邦政府将会允许州政府私人医院和私人公司来购买疫苗 但是前提是不涉及联邦政府一早就已经预购的剂量 以及所采购的疫苗 需要获得国家药剂监管机构的批准 不过如今呢 虽然政府是开放了各州可以采购疫苗 但要是有州政府他们获得疫苗捐献的话 又能不能够接受呢 秉州首长曹关友今天就在记者会上 把这一道问题抛给了中央政府 曹关友揭露 其实早在今年年初 宾州政府就曾经获得私人公司现役 要捐献200万剂的中国疫苗给宾州 但是当时候却被卫生部给一口拒绝了 国内疫情越来越严重 不少民众都希望能够早日接种疫苗 但是宾州首长曹关友今天却在记者会上 手持卫生部的回复信函揭露 卫生部曾经指示宾州政府拒绝来自私人公司 所捐赠的200万剂疫苗 而如今随着病例节节攀升 曹关友也再一次公开要求中央政府 允许宾州接受来自私人公司所捐赠的疫苗 到底现在准不准 批准不批准 让我们可以继续联络这个现前的公司 好让他们安排 从中国运这个疫苗来到我们宾州 来给宾州人民接种 身在同一场记者会的前宾州首长林冠英 更是直接狠批 国盟政府不允许宾州 接受疫苗捐赠的行为 根本就是在犯罪 因为如今全国人民都急需接种疫苗 来自我商量行为 来自我商量行为 通过来自我商量行为 也好 我先打批准 要费民旅行为 我商量行为